台湾 位于亚洲东部 是太平洋西北侧的美丽岛屿 隆起的中央山脉 守护着脚下的村庄与城镇 大部分的居民都生活在离海不远的山海之间 东边的太平洋有黑潮流过 西边的台湾海峡 则有能卵洋流交汇的大路棚 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 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 特别有利于渔业的发展 台湾2300万的人口中 大约有32万人从事渔业生产 包括养殖渔业 沿近海渔业 还有远洋渔业 全国养殖面积约有四万多公顷 渔船总数达两万多艘 这些年来在人民勤奋努力 以及政府积极的推动辅导之下 使得渔业成为我国相当重要的产业 不仅提供人民稳定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 更让许多家庭能够维系生计 进而促进社会安定 目前总产量约有100万公顿 总产值来到新台币900亿元 其中 沿近海渔业约占17% 远洋渔业占44% 养殖渔业占39% 是世界上重要的渔业国家之一 在我国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是中央的渔业决策机构 旗下设渔业署 为最高渔政主管机关 负责政策的规划 每个地方政府则设有渔业部门 负责执行管理与业务推广 在渔民组织部分 设有一个全国渔会 22个县市里设有多达39个区渔会 中央与农委会设有水产试验所 及6个研究中心 其他则有金门县等 四处地方县市政府设置的 渔业试验研究机构 在教育传承方面 则有十所大学 九所高级职业学校设有相关科系 为台湾渔业培育人才注入心血 渔业署里设有远洋渔业开发中心 进行渔船船船员安全训练 并与教育单位合作 开办渔船干部职能训练 以提升整体渔业素质与海上安全 此外 渔业署之下还设有渔业广播电台 以渔业发展传播相关资讯 服务各方渔民为宗旨 台湾的海岸线有各种不同的地形 在渔业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在本岛以及其他各里岛上 陆续兴建了200多个渔港 每个渔港因其位置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 其所适合的渔业功能性也各有不同 大部分的渔民都是在本国的经济海域内作业 用的是拖网 刺网 岩神钓 翼支钓 龙锯 棒兽网 还有爬网 标刺及定制网等多样鱼法 能捕捞到许许多多不同种的鱼类 还有一些底漆的虾类 螃蟹 贝类 螺类等等 除了提供国人最新鲜的现流美味之外 其中一些更研发做成各种水产加工品 外销世界各国 像是乌鱼籽 樱花虾 鱼松 罐头 还有各式各样的水产食品 除了自用之外 也是送礼的最佳选择 由于一些人为的破坏 影响七地生态及渔业资源 使得近年来的渔获量明显呈现衰退现象 所以 推行渔业资源的保护措施刻不容缓 我们在适当地点设置水产动物繁殖保育区 投射各种人工鱼胶 培育其放流多样的鱼种 贝类 珊瑚种苗 并举办各种海洋日活动 浸滩以及教育宣导 也协助组织海洋环保舰队 清理海洋废弃物 维护七地环境 并且 管制特定渔具渔法的作业区域 公告休渔旗 实施奖励休渔政策补贴措施 收购老旧渔船 逐步缩减渔获努力量与船队规模 此外 我们也推广娱乐渔业 辅导部分渔民转型经营海洋体验 生态 旅游等事业 在渔港既有的基础上 建设出多元化的休闲旅游空间 改善渔村环境 推广地方特色产业文化 促进渔村社区经济的再发展 台湾的渔业在百年来不断发展 技术与规模也致意成熟 在民生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之下 台湾渔船开始航向远方 作业渔场遍布世界三大洋 主要有尖尾尾网 尾岩神钓 游钓 即秋刀鱼棒寿网等几种渔法 透过我国以往的渔获时机 使得我国远洋渔业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国透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及联合国渔群协定所建立之公海渔业体制 使我国成为国际渔业组织的一员 我们在2016年订定远洋渔业条例 以更能呼应国际管理趋势 每年也出席参与数十场国际相关会议 并将有关管理措施国内法化 善尽世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同时我国也与近二十个沿海国家 进行渔业合作 不仅保障双方利益 也同时促进邦誼 国人餐桌上的美味 并不都是来自海上捕捞的渔货 更多是市场上容易取得 品质优良价格实惠的养殖鱼鲜 台湾未除亚热带 以及持续创新的养殖技术 让台湾在养殖鱼业上颇富盛名 各式养殖的物种繁多且环境各异 像是淡水养殖有鰻、无锅鱼 鲜水养殖有鲁鱼、石斑、施木鱼 还有其他像白虾、文革、牡蛎 以及海洋相网所养殖的海狸、石斑、金鲮鱼等等 这些都能平稳的也就近的供给国人 优质的鱼产品 台湾受限于水土资源有限 及从业人口老化 需要朝向推动友善养殖 设施养殖以及创新科技养殖等方向来发展 像是创新科技的冷水性鱼备类养殖技术 还有以海为田推广海洋相网养殖 丙精进即导入智慧养殖管理技术 推动百大青农辅导计划 提升养殖鱼业的竞争力 这些都是未来养殖鱼业要持续进步的重点 培养繁殖生生不息 一方面减轻海洋鱼业资源枯竭的压力 也能减少食物碳排放的里程 时代已经进步到不仅吃得饱也要吃得好 这好不在于昂贵与稀少 而是要吃得实在吃得心安 从2007年起 推动养殖水产品产销履历制度 通过验证的生产者 皆需定时登达养殖管理状况 消费者只要拿起手机 扫描产销履历的QR Code 即可得知它的生产过程 2016年开始 再推出水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强化生产者对产品自主管理的责任 同样 同样只要拿起手机 扫描水产品生产追溯条码的QR Code 即可得知生产者的基本资讯 另外更推动养殖厂登陆自主管理制度 建立品管流程以及异病防治管理观念 让养殖户能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优良产品 近年来 鱼业署也持续辅导 在鱼市场推动鱼货不落地的政策 导入HACCP食品安全管理系统 优化作业环境 加强卫生安全 建立我国鱼产品的优质形象 提升国际竞争力 鱼会的组织在台湾已有百年的历史 不仅扮演着政府与渔民之间的桥梁 也在渔村的生活安定经验传承上扮演着带领的角色 旗下还设有信用部门 在金融保险方面提供渔民具体的服务 对于渔村的经济产销发展与经营上 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台湾近年来社会逐渐转型 加上少子化的冲击 使得外籍船员成为我国渔业劳动力的来源之一 我国政府不断地在政策与规范上 保障他们的人权与福利 陆续在各地设立了外籍船员休息中心 照顾他们在工作之外 休闲与信仰的需求 台湾在各地还设有多处的渔业通讯电台 能在发生紧急状况时提供救援及家属联系 并于第一时间掌握资讯 通报海巡单位立刻前往协助 当许多的努力变成渔货 辛劳获得成果 我们更要善尽渔业管理的责任 确保海洋资源的永续经营 为打击IUU鱼捞行为 我国设有24小时的渔业监控中心 推动渔船装设电子渔货回报系统 派员在国内与国外的蟹鱼港口进行检查 并结合渔民自行申报蟹鱼声明 使得渔货具有确实的可追溯性 并且推动检船政策以及观察员制度 为实现健全的渔业产业结构而努力 渔业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 也是许多国人收入的来源 为确保渔业长远的发展 我们将持续推动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工作 并建立友善水土资源的养殖产业 追求渔业永续经营 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和谐共存 展望未来 政府将继续秉持信念 坚定脚步 带领我国渔业迈向未来 开创新格局 朝向幸福渔民 安全渔业 富裕渔村的愿景前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